10月份月K验证翻红 这个时候的你 该如何思考眼前的行情 记住 部署好底部喷出的股票 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欢迎收看股市招邀进 我是陈居然Jerry 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招邀来现行 好了今天来讲的话 10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我相信就是说眼前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就是说今天来讲大盘 卖压承重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说今天大盘下跌 盘后看到外资大卖100多亿 会不会很可怕 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下盘面上的结构 还有看一下你手中的持股部位 我就已经强调了 今天来讲你如果有发现说 整个大盘卖压承重 但是中小型的电子股 却是非常活泼的 盘面上来讲的话 红通通的股票几乎都是中小型的电子股 包含了整个在10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针对10月的行情 我们早就已经预告了 眼前今天是10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收盘了 我们一起来验证 我们在10月份第一天如何告诉大家去看待10月份的行情 好这个是8523以来的上升趋势线 10月份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聊到 台北股市历年来上涨几率最高的一个月份 那你今天看到老师他那个已经跌破这个上升趋势了 不要忘记这是月线 我告诉你什么 在10月份是历年来上涨几率最高的一个月份 他在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上半个月 他是先开低 先把机器往下代表什么 以过往的习性来讲的话 会非常容易在下半个月 将这个月10月份的月K拉到变翻红 所以10月份不用大涨 他只要把月K做红棒就可以了 最好是在10月份第一天 刚刚重播到你也发现 我已经在10月1号告诉你 行情你从最简单的思考下去看 很明显的10月份会拉红棒 来这个是大盘的月线图 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一边 大家一起来验证就是说 就好是在10月上旬的时候 每天在节目上跟大家强调的重点 是不是全数都应验了 收盘了吗 10月份的月K是不是在这一边 10月份的月K是不是从我们刚刚 重播画面10月1号的时候 它是黑的 今天来讲的话 最后一个交易日是翻红 收红棒 是不是应验了 我就一聊到就是说 面对行情来讲的话 许多投资朋友喜欢看跌猜跌 那我一直在10月份跟他强调 这是在打底 一样我们直接翻过来日线图来看 大盘的日线图 你可以把10月1号开盘的位置标记出来 我们就一聊到从月K会收红的角度 简单下去思考 所以什么 10月份的行情会变成是中间来讲是一个主体的过程 然后怎么样 收盘来讲下旬月底收盘的位置怎么样 就在10月1号开盘的上方 现在来讲都完全应验 所以回头来看 你从大盘的日线图来看 前面这边你看起来很可怕 甚至就是说 大盘的日线图在10月初 10月中旬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跌破前波低点 因为这是8月份的低点 10月的那个低点来想跌破8月的低点 中旬来想拉一根红帆就打下了 很多时候 这一波的行情来讲很多人会砍在底部 就是什么 这个三连黑 连续三天的下跌 外资也卖超让很多人窃心 然后说这边来讲的话 下看要破1万6要破1万5 月底在这个位置 回头来看这是底部还是头部 很明白验证的 我相信这一个月 它是可以非常明显去验证就好 是在节目跟大家聊 如何来操作股票 如何来判断台北股市的趋势 一个最好的一个月 我相信10月1号这个节目画面的截图 那个YouTube频道 你都可以找得到10月1号 当时候的标题 直接就是当天大卖那个行情大跌 很多人在谈空投危机 可是我直接在节目上告诉你 大盘反复洗愁打底 一整个上半个月 我一直不断的重复强调这件事情 更何况还有OTC指数 我不断跟大家来强调贵买指数 你如果懂得它过往长年累息下来的 控盘习性 应该要买股票 应该要爆股票的时间点 你弄错来讲的话差很多 乱卖股票差很多 加入就好是LINE 小鼠GORICH 55688 小鼠GORCH 55688 我相信 你在我LINE里面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每一天早上的8点 你会非常准时的收到一个盘前分析的连结 盘前分析的连结 整整一大段的时间我点名天天点名 你没有动过的股票 这一个月 10月下旬一档一档的明显的冲出来 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如何去看大盘 你如果看不懂大盘来讲 你就会在买点 那个时间点 甜蜜买点的时间点 你把它当作是卖点 很多人这段时间乱卖股票 自己发明空头 破万六破万五 然后怎么样 砍债阿呆股 抱对的股票砍债阿呆股 我相信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不断的验证 教老师在节目上跟他强调的观念 跟强调大盘趋势现在在做什么 很多人现在已经验证了 很多人在我LINE这边谈到 老师这边来讲的话 我真的把原本什么股票 砍在那个底部区 我砍掉之后真的下旬 真的如你所讲的是底部 那现在拉起来了 我现在怎么操作股票 现在来讲很多投资朋友 遇到最大的问题在这一边 我还是强调一句话 一档一档 教老师每一天 盘前分析所点名的股票 一档一档的从底部去拉起来了 这个时候来讲你如果够聪明 不是去追那一个已经拉起来的股票 我强调这个观念很长一段时间 你不要去追高 自然而然在后续动荡的过程 整理的过程 你就不会有杀低的问题 今天大盘下跌 你又看到外资卖超115亿 我相信很多人在10月上旬 就是被这种画面给吓死的 就是被这种画面给吓到 哇去放空 我相信 那个我10月1号的节目 你只要有用心的做笔记 有用心的下去看 我都已经聊到 你要放空的 你短空就好 要收手 因为我已经不断告诉你 这个叫打底 你如果当时候做对动作 抱持对的观念 不要被这种场景吓唬住 今天来讲外资卖超115亿又如何 你手中的股票一档一档的往上拉 你会理他外资卖超115亿吗 不会 声帽3305 我盘前分析点名 天天没有动 天天告诉你 我相信你照我light那边 你只要每一天早上8点 愿意把那个连结点进去 封测股票 IC封测的股票 它是其中一档 我不断的强调 底部区你不会买 底部区你不知道要买 今天这个涨停板 你觉得我会员不该得到吗 9月8号 老师你报那么长的时间 9月8号 对 你如果打开声帽的日线图 我天天点名他 天天告诉你这一档股票 多头格局没有被破坏 然后你如果懂得去看这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要的会员 买进之后抱住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9月8号的位置在这里 这一档声帽来讲的话我相信 刚刚的会员扣讯你也看到了 45块4 今天那一档涨停板70块7 这一档的股票来讲的话 这个波段 我们已经赚了55.7%了 我只问你一句话 因为这一档股票我必须要谈 我会感谢我的会员 因为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今天 今天 是我买进以来 第一根涨停板 所以J老师来讲的话 在这个过程来讲 从来没有要公开他 因为我在等你什么时候涨停板 那你这档股票来讲 说实在的 缓步 垫步走高 往上走 一直到今天 第一根涨停板 今天才出现 但是 这一个波段下来讲的话 我们的持股会员已经拉开了 扩大了 他的获利幅度 所以我直接公开给你 那你如果还要追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说 我应该说 谢谢你要进来帮我们抬轿吗 那你不会聪明一点 就是说我Lite这一边 每天盘前分析 除了声帽之外 我有点名哪一些IC封测的股票吗 这一档声帽来讲的话 一张 我们的会员已经可以赚 两万五千三 那这样子不算高价股 平价股的股票来讲的话 至少六张 六张来讲的话 已经今天来讲 已经可以赚超过15万了 9月8号到现在 那你如果说 哇老师 那个 那个 一个多月 两个月 快两个月不到 哇 你才赚15万 这一档股票才赚15万 十张的 25万 但是我想说了说 我的会员等级 精英会员等级 我没有浪费他们的钱 我只要告诉你 秉持一个原则 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买底部不要去追长红棒 你在这一段行情里面 第一个你绝对不会大赔 去赔那个什么三成 四成 五成 腰斩 六成 七成 八成 因为你总 你绝对不会从最高点一路被砍下来 很重要 我再强调一次 你今天看到这个会员讯息 然后恭喜我会 因为 确实我直接告诉他们大家久等 因为 我们买进到现在 终于第一次看到他涨停板 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也确实前面来讲是很很 牛步在往上爬的 缓步往上爬的 今天终于看到第一根涨停板 我确实要 真的感谢我的精英会员 那种抱持这档股票的 我叫你抱的 你愿意抱 然后真的就是 前面来讲的话 我相信你只要 只去看 10月份来讲的话 大盘动荡 甚至10月中旬的时候 10月中旬升报的位置在这里 10月中旬大盘有一波怎么样 往下三年黑回撤 甚至就是10月初大盘跌破 8月低点的时候 升报他是在这个位置的 你只要看得懂 行情怎么来判断 这档股票能不能买 能不能报 很清楚很明白 所以操作股票你绝对不是 哇看到大盘跌了 这档股票没有涨 这档股票跌 你就一起把它卖掉 不好意思底部区 不要说这里 这里也是底部区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你看到这一边来讲 我不是鼓励你 绝对不会鼓励你来买 买我的身帽 绝对不会 我Lite每天早上8点 准时传送出去的 免费的盘前分析的连结 我点了多少股票 前面 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底部区 你不晓得珍惜 那这边来讲的话冲出来了 你才问要不要 可不可以买 老师这边怎么办 我还要追吗 你为什么看我的节目这么久 我节目长期强调 不是只有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我希望 在这一个地方 你过往前面几个月在酸 老师你那个股票都没有变 那个股票怎么样子的 你要回头下去 你聪明一点回头下去看 那一些股票前面那个时候 我一直没有动 我不断不断提醒你的时候 他是底部还是头部 是买点还是卖点 生贸这一档股票3305 我第一次在节目上跟你亮相吗 第一次在节目上跟你谈吗 我盘前分析 每天早上8点天天点名 传送给你 我节目上 不是第一天跟大家来聊 这个在过去那个画面截图 你都可以找得到 你如果够聪明的话 可以去找到当时候的节目 看一下我跟你聊的IC封册 除了生贸之外还有哪些 我相信 10月份以来来讲的话 上半个月很多人不能理解 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讲 贵买指数OTCOTCOTC年限 你很多人不能理解 甚至很多人说老师 这边你说什么 要抗头啊 这个抗头啊 外资在卖操 你还在说OTC 我到我身上 我相信 你如果够聪明 很多投资朋友够聪明来讲的话 你一直到今天 你会发现 原来上半个月 我花了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 节目上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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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讲 我有我的用意 那你就会发现 听得懂的人就知道那是宝 听懂的人他就知道 那个绝对是一个 后续来讲会有行情帮助你赚钱的一个 很关键的判断 來 這是大盤日線圖 你可以發現這個禮拜 大盤不弱 但是有一點賣壓漲不太上去 很多人都在看大盤季線蓋頭反壓 半年線蓋頭反壓 那個蓋頭反壓大盤必須要量能突破 說到大眾化技術分析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去輸取一些技術分析的書 這個都很簡單 現在你就是看蓋頭反壓 這是大盤 我跟大家強調了大半個月的OTC指數 你看一下好不好 OTC指數 我強調了大半個月 兩個禮拜 節目天天講 大盤蓋頭反壓 季線蓋頭反壓 大盤半年線蓋頭反壓 你看一下OTC現在幹什麼事情 他突破三天 站上三天了 我為什麼 10月1號到10月15號 每一天的節目我一直跟你講OTC 你從他過去的慣性 這一條的年線扣底值這樣子下來 過去來講的話 回溯幾年 那你可以看得到 做手控盤的習性 我告訴你這一邊來講的話 行情不是散戶化線決定的 所以我們要從做手控盤的習性下去看 請問一下你現在看到OTC貴買指數 今天來講的話 12連漲 12連漲 連漲12天 這邊是底部還是頭部 這邊是買點還是賣點 你的手中的股票 中小型的電子股 你如果賣在10月15號以前 阿呆股 你如果夠聰明 知道我每一天這樣跟你講 你願意看一下 懂得裡面的學問 你在這一邊趕買股票 你現在來講的話就是收割的時間點 回到我身上 所以今天很簡單 OTC貴買指數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哇 很強12連漲跟大凡不一樣 大凡是蓋頭反壓 所以你不會理外資的那個賣超 你根本就不會理他 我節目上也跟你講 你買台積電 你買紅海 你買聯發科不會賺錢 今天來講的話 大盤跌 就是因為台積電 聯發科 紅海 那不是 我相信 除了生貌之外來講 安國 今天來講的話 雖然 最後面沒有鎖住掌停板 但是你會發現 你手中有OTC貴買指數 中小型的電子股 中小型的IC設計的股票 你今天根本不會感覺大盤是跌的 是不是這樣 10月上旬 我的菁英會員 資金當然他們資金最多 所以很大的優勢 底部區的股票 我帶他們進去抄 當然這不是最低點 我必須承認 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不要期待就好是能夠買在最低點 但是底部區我看得懂 你上個禮拜剛好辦完手續 這個禮拜可以收到會員訊息了 你就真的是幸運了 就因為禮拜三的訊息來講的話 最後一次上車 剛好禮拜四就漲停板 這個就是一個運氣 或者是緣分之間的問題 你願意聽得進去 你才會在上個禮拜早就辦完手續 你這個禮拜才可以收到安國進場的訊息 那個隔天禮拜四馬上漲停板 那當然 你前面變禮拜三最後上車的機會 這一檔安國你還要追喔 我就不知道怎麼說 我就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說了 九陽 這也都是中小型IC設計的股票 九陽我更要講 除了預創之外 九陽 日圓 這些全數都是我在盤前分析 天天點零的股票 你現在回頭來看 九陽今天來講的話 創下一個這一段的一個 突破前波高等這一段的一個 小破斷的新高 那你會發現 我的會員訊息早上秀出來了 那個這邊來講的話就不再重複了 一時間的關係 我有更多重要的一些觀念分享給大家 10月13號你會發現什麼 你只要敢買 而且我已經把10月份月K線的那樣子會翻紅這個概念 很簡單的概念告訴你了 那10月1號這樣開低下來往下沙 那代表什麼 這樣子10月份的行程是這樣子 你這一邊你要不要買股票 市場上最可憐的就是說 被那個下跌跟外資的賣超給嚇唬住 所以怎麼樣 賣股票賣在10月中旬的 那個是最可憐的 因為那市場上最可憐的一群 就是說他們砍債阿呆股 賣股票賣債阿呆股 甚至就是說放空 放空在10月中旬的 空債阿呆股 那我不曉得你是屬於哪一群啊 但是我相信你如果願意 在我節目這一邊所講的重點 你願意聽進去 你至少不會變成市場上最可憐的那一群啊 九陽 我們已經公開過了 同層 那我相信 很多時候你只要關鍵你買的地方在哪裡 你買的地方如果是一個壓縮整理的格局 壓縮整理的過程 你自然而然這一種長黑棒 你就抱得住 不會被洗出場 彭城來講雖然今天來講的話 有觸到漲停沒有鎖住 但是你會知道什麼 如果他後續還有大行情來講的話 你不會輕易的被震盪動盪的過程 被洗出場 那你如果習慣不改 你又要追紅棒看到創新高拉起來 你又要追你很容易什麼 今天非常美好 明天特別特別的 我在同獎 那你很容易怎麼樣 明天非常的美好 明天還會有新高點 未來股價還會有創新高 可是呢 不好意思你死在昨天的行情裡面 我相信你聽了懂的人就聽了懂 因為我這一個觀念 我已經長期分享給大家了 並不是就一天兩天 聚合 今天來講的話 直接是鎖一根的漲停板 我相信我已經公開會員訊息了 一般的專案會員 你在這個10月號你願意 我相信這也是緣分 你在前面來講辦好手續 一樣都是在上個禮拜 你願意辦好手續 馬上的進來可以看得到會員訊息 你就有聚合 還有剛剛的安國 最少這兩檔股票 你在最近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但我必須強調這邊來講的話 不是鼓勵你 不是鼓勵你來 拉我的股票來買我的股票 千萬不要 你如果夠聰明應該怎麼樣 去看一下我不斷不斷點名的股票 攤開日線圖 你如何去找到買點 那一些股票 我剛公開的股票來講 你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特色 對比大盤的日線圖 對比OTC貴買指數 他們都可以輕易的讓你看到那個動盪的過程 他們是相對抗跌的 大盤破前低的時候 他們是不動 OTC貴買指數回測破年線拉起來的時候 他的老兄是完全抗跌 而且沒有往下走的 你那一種股票不敢買 我講一句話 你是棒槌 你抱著那一種股票 你原本就買對了 然後看到大盤在跌 你把它賣掉 好可怕賣掉趕快退場 阿呆股 我節目上已經重播畫面 這個已經秀過了 10月5號節目上 我就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10月18號 我直接那個重播帶播了兩次 裡面就已經告訴你 10月18號過後 你會看到美國股市根本不會有事 你現在來講 誰跟你講美國股市 或什麼危機 人家超級財報週 我相信你昨天跟今天盤潔 你都看得到 美國的股市 哪幾個指數 寫下歷史新高 我相信你都看得到 10月18號以前 10月上旬以前你聽到什麼 哎呦 那個美債那一邊可能會有違約風險 美國那一邊會有關門 政府關門的危機 我相信 10月上旬 我跟大家來針對這些事件來做解盤 跟大家簡單去提醒思考的重點 我已經一講再講了 我再講一句話 我日期都敢壓在畫面上給你了 我怎麼可能不會敢帶會員買股票 我日期都已經壓在畫面上給你了 再看一次 我日期都已經壓在畫面上給你了 我不帶會員買股票 我是棒槌好不好 加入我LINE 因為接下來來講的話 後續一檔一檔的股票 我帶會員部署的股票 我帶會員加碼的股票 當然啦 你一個進來的會員來講 新的會員來講的話 我必須要在節目上強調 有買點介入 我一定會帶你買 但是你千萬不要加入我會員 然後去追那個 我在節目上公開的股票 我再特別強調 會去追那個節目上公開股票 那個一定就是那個想要免費 然後那個跟單的 你加入會員 千萬不要幹這種事情 後續來講的話 會有一波一波的那個輪動的族群 跟上現在的領頭羊 我們現在要進場的是這一些的標的 小老鼠 Goldrich 55688 小老鼠 GOR CH 55688 加入就好是Lite 在我的Lite裡面來講的話 每天盤前分析會有連結 你如果夠聰明 應該是從裡面找到哪一些股票 對比大盤 對比那個貴買指數 哪一些是覺得 現在來講的話 第一個未來有機會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甜蜜的買點 第三來講的話 底部去在什麼地方 如果你很厲害的話 你自己有把握的話 但是這一邊 我Lite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檔股票一檔股票 只要盤中拉起來 我會員這一邊賺夠 有漲停板出現 我就會公開給你 但是你如果只想要追高 神仙也幫不了你 我必須來談 因為這是我10月上旬就已經聊過了 很多人很喜歡講巴菲特 巴菲特的名言 巴菲特的投資觀念 講得非常的好 朗朗上口 因為畢竟 今年來講的話 也許是從Lite這一邊 也許是 有一些資金部位 比較大一點的朋友 透過電話 或者是你比較努力一點 來到現場 我的助理安排 我們見面 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投資朋友 對 投資嘛 操作喜歡看書 對這個是沒有錯的 做點功課 那是必然的 但是很多人沒有察覺到 談著巴菲特全球皆知的股神 談著索羅斯 國際皆知的投資大師 你都講著 他講過什麼名言 可是很多人 不曉得自己在判斷股市的時候 在找買點 在投資部位的時候 手中抱著股票的時候 卻是用分實線在判斷 巴菲特 他是中長線的投資者 索羅斯 他們看的也是中長線 你講著他們的名言跟投資理論 結果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卻是分實線 5分K 60分線 45分線 30分線 那個可以判斷趨勢 你做的跟你原本所去 那一個 那個崇拜的 或者你講說 那個是你的偶像 你的那個 完完全全分歧了 你知道嗎 我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10月上旬的時候 有在節目上聊到一個觀念 很多時候來講的話 你如果不曉得判斷底部 底部區 你不曉得身在底部不自知 但是很多時候來講 你在股票市場是不會有大錢機會的 我們直接來看 就是去年這個時間點 你把今夜這張股票日線圖攤開 你拉到去年的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一下去年的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長這樣 一樣你把所有均線全部留著 五日線有沒有破 有 十日線有沒有破 有 季線有沒有破 有 八年線有沒有破 有 年線有沒有破 有 是不是空頭 你如果 用一般的眼光來看 這樣的股票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 這個早就那個 買的人早就該停止 怎麼還會在這邊買 你為什麼買空頭的股票 一樣 當時候 其實講白一點 當時候來講的話 我第一批的精英會員在 前面前面一個月的時間 有讓他們就是說 抓到買股票的一些的觀念 有讓他們賺到一些錢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間點 願意相信 我那時候盤也不是很好 你自己把大盤 去年的8月9月10月 尤其是9月10月那個時候 你自己把日線圖攤開 我就不相信你 你那個時候大盤的狀況 還有包含了經驗這種 6411經驗 你現在都會知道 保護晶片 防護晶片 那個時候誰理你什麼防護晶片 你哪知道他幹什麼 經驗那個時候是冷門股 不是像那種航運 所有人都知道的股票 不是像那種敦泰 驅動IC 所有人都知道的股票 你回頭來看 那個時候來講 我們在這個位置 分批買進 甚至我要我的經驗會員 爆 後面來講 我不是在炫耀 我絕對不是在炫耀 我只是告訴你 你操作股票 不是看到跌 或是破所有軍艦 他就是空投股票 你要看懂他格局 現在到底在幹什麼 打底你把它當做是一個 做頭部 那就差很遠 當然啦 如果即便是走空投格局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也要聰明一點 在他空投反彈的時候再換股 而不是那個一路像這樣 跌的時候來講 這個很危險喔 趕快看 不是啊 尤其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強調 大盤這個位置 還不到空投格局的時間 最重要 現在最重要的階段是這樣 當時候來講的話 我也是跟我的那個經驗會員講 大盤不到空投格局 沒有看到空投格局的條件 所以這種股票 它是要什麼 打底 這種股票 它是什麼 測試底部 今夜這一檔股票 我相信 我的忠實觀眾都應該知道 我在節目上 早就已經秀了 而且就是說 公開的獲利了結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們曾經賺了91.77% 不到一倍 但是就是說 它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那我會公開出來 原意還有一個 它是IC設計的股票 甚至就是說 很多時候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 哇那個它藏黑棒很多 哇那個拉回來 好像就是說要翻空了 可是你會發現 你如果懂得去判斷趨勢 一檔股票的格局 它是在多空交替 它是在足底 你如果看不懂 被洗出場 那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不會有那一個大錢的獲利 除非你本身 本身就是幾千萬 幾千萬在操作的人 你再來談說 我短線可以賺一個大錢 可是你如果不是來講的話 你就必須要知道 股票市場裡面的大錢 是來自於跟 眾所皆知的索羅斯 眾所皆知的巴菲特一樣 你要懂得去分辨長線趨勢 我必須要談 我每一天每一天 在我的盤前分析 點名的股票 我相信這一邊來講 你對我說 老師你這一邊來講 我質疑你沒有那個長線的股票 不然我每一天在盤前分析講 載板 三雄 景碩 南電 欣欣 我告訴你他們是整個電子的人氣指標 我不斷在強調這件事情 包含了另外二極體裡面的強茂 你覺得我是瞎心痠的 你覺得我是血心酸的是不是 我只是不想在這一邊公開 然後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不希望說有人看我的節目 然後去追高 我希望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看我的節目 重點是在於投資的觀念 在於操作的觀念 在於趨勢的判斷 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已經告訴你 大盤沒有空頭的條件 新興這一檔股票來講 載板三雄裡面 我長線部署裡面的會員來講的話 做的是新興 因為資金的關係 新興來講 相對股價是比較低的 如果做長線來講的話 對於我的會員負擔壓力 比較不會那麼大 他們也比較能夠抱得住 5月20號5月那個動盪的時期 那我相信你只要看得懂 我一直強調對比大盤 對比貴買指數 你就會知道有一些的股票 我為什麼之所以 會在盤前分析的連結裡面 天天把它點出來 新興5月20號99塊2 來回到我身上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會在10月上旬 10月14號 告訴你這個觀念 告訴你拿著我過往 長線投資 長線操作 長線部署的股票 今夜 因為當時候來講的話 他有另外一檔股票 叫創維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拿今夜出來 你可以發現來 新興這檔股票 你會發現 如果 你看到跌 或者是看到 大盤下跌 他股價跟著跌 你就把它賣掉 我相信 任何大錢你都賺不到 因為 那個新興來講的話 我們買的時候是在這個位置 我的會員部署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 剛剛已經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時候不到100塊 今天來講的話 雖然沒有漲停板 191塊 這樣一個股價 波段的中長線週期 我相信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因為對於他們的資金 他們可以 但我希望說 在這個結股眼 我告訴你的事 不是叫你去追這些股票 而是我要提醒的是 很多投資朋友 你不曉得去判斷大盤趨勢 但是 你不曉得去看這一檔股票 不會因為下跌 而變成空投股票 然後怎麼樣 我相信 你到今天你回頭來看 你現在新興能夠買到 不到100塊的嗎 不可能嗎 買不到了嗎 你現在買不到 不到100塊的新興了嗎 所以你回頭來看 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這樣的長線投資 一檔股票不就是一個大錢 這樣不到100塊的 所有的成本進去 報個5張 我相信說 你看我的節目 忠實觀眾都知道 過往我長線獲利了解的股票 我就提醒你 這樣的股價 我們的菁英會員 他報5張 他報3張 因為這樣的股價 他不會有壓力 我希望說 我這一邊告訴你的是 你面對行情來講的話 大盤趨勢的重要性 包含的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過 為什麼 載板三雄 我會一直不斷的提醒你 他整個來講的話 是整個大盤 整個電子的人氣指標 為什麼 大盤有沒有破半年線 有啊 大盤已經破半年線了 這個是景碩 可是你看一下景碩 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從來是沿著季線往上走的 去年來講 我 我把 這樣格局 這樣子操作的一個技巧 這樣子的一個 選股的方向 報股票的方向 我告訴你什麼 沿著季線往上走 你不報他就是棒槌 那時候是強茂吧 我忠實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盤前分析會直接告訴你 電子股的人氣指標 載板三雄 我一檔一檔的從來沒有拿掉過 8046南電 這是半年線 他沿著半年線往上走 剛剛的星星你也可以發現 為什麼我不會叫我會員出掉 一樣 你會發現就是說 當你手中抱著星星 然後沿著半年線往上走的時候 同時你會說 老師這邊10月份不是有破半年線 但是你會看到載板三雄南電 載板三雄景碩 你就會知道星星這一邊 他不會因此而長驅直下 不會 就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什麼 我買的基期夠低 買的基期夠低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在這個動盪的過程 抱得住長線的大錢 回到我身上 我特別聊到這一點的原因 不是說你那個 這邊來講的話 每檔股票做長線不是 而是我要告訴你 當你知道你看得懂大盤的趨勢方向 不會因為下跌 不會因為一個禮拜跌 不會因為外資大賣 不會因為外資連續大賣 就變成空投市場 那有一些盤面上的指標股 你能夠做長線的話 是你一個長線大錢的機會 我曾經在節目上聊到 細字財 細字財的部分 3529的立望 我相信就是說 所有的忠實觀眾 你都會知道 立望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今年 有在那個過年之後來講的話 做一批的了結 當時候我們的精英會員 當時候一張最高可以獲利30萬 好你會發現 我為什麼在盤前分析 一直跟大家點名這檔股票 立望為什麼 當然自圓也是 為什麼 你會發現他跟他跟那個 剛剛的宅版三雄一樣 這是什麼 半年線 他不斷沿著半年線往上走 甚至季線的扣底值 只要一跌落馬上就拉起來 這種股票你不報長線你是棒槌 但是你不要看我的節目 又跳進去買了 千萬不要 這種股票來講 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關盤的指標 我的盤前分析 每天點名這一些股票 甚至我告訴你 人氣股在載板三雄 當然因為資金的一個部位 我們 在精英會員的部分 我只能讓他們報 股價比較低的心情 因為對他們也比較不會有壓力 比較不會那個按耐不住 但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你現在面對這些股票 不是說老師能不能買 你意思就是能不能買 你意思就是能買囉 不是 我是要告訴你 當大盤有一天如果真的要走空 你會看到這一些人氣的指標股 法人長線投資的這一些股票 他出現一個格局的轉換 那個才是大盤的危機 我希望你可以聽懂懂這一個觀念 我每一天盤前分析 把這些股票一放再放 一放再放 我也跟大家 我也跟大家曾經聊過 勵望這一檔股票不能不賣 你現在回頭來看 哇那個 當時候來講的話 800多塊不要賣 500多塊那個 800多塊賣 你這不賣 現在來講的話 2415塊 哇賺翻了 一年只要靠這一檔就翻身了 那事後話 如果你是 這一檔股票 你在500多塊 爆到800多塊 不賣的話 你按耐得住嗎 不可能嗎 但我要告訴你 這樣子的操作觀念 你可以從平價股身上去找得到 欣欣就是其中一檔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今天節目來講的話 我在禮拜六禮拜天 週末的時間點 我告訴你 哪一天大盤真的有危機 你可以從這一些股票看得到 所以很明顯的 整個行情在這一個位置 你不要再以為 航運股是盤面主軸 你不要以為 航運股是法人長線投資的部位 千萬不要 景氣尋頑苦 從來都不會變成是法人 大長線 決定趨勢的持股 特別記住這一個觀念 你如果可以聽得進去 你如果願意寫筆記 我的分析師資格來講的話 在這個位置自然就有它的價值 實驗關係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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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週見